我教大家一個簡單的做燒肉的辦法 就是… 首先, 整塊 不要切到底部 深一點, 但不要切到底部 這是什麼煮食技巧? 讓它熟得比較均勻 對, 因為我這個這麼厚 它又有骨, 切得深一點 兩、三厘米, 總之就是切一切 我多用一些黑胡椒、白胡椒 放在粗鹽, 一定要用粗鹽 我醃進去 邊緣、裡面, 都要放 當然洗了, 要抹乾水 是否要袋子? 拿去 放在這裡 太聰明了 包著旁邊, 讓旁邊不會乾 放在冰箱裡, 放一晚 放完後, 皮就乾了 是嗎?可以 凹在底部 凹在底部 對, 只凹在底部 讓它入味 如果不是, 就乾了 對, 如果直接冷藏就乾了 這裡是不包的 這裡是想乾的 對, 這裡可以多用一個袋子 是 或者用一個大一點的袋子 打包袋 打包袋 可以這樣 要入味, 這樣就包著就可以了 對, 其實我們會蓋住它 但是皮就不要蓋住 是 就這樣放在冰箱裡, 不要蓋住 是 過夜, 會抽乾水分 皮就乾了 而且就算這樣, 這裡也會小一點 會乾一點 就像這裡 皮… 一晚之後就乾了 一定的, 會乾了 你才用刷子, 刷牠 刷牠 通常會這樣…刷牠 但這個, 想牠比較脆 就這樣 刷牠 刷牠 刷牠, 刷牠 牠的空氣比較容易 我拿手這個 你看, 你真的拿手… 真的拿手, 記住 不要刷牠, 記住 不, 你這樣刷牠, 刷牠射油 刷牠 刷牠 不要吹牠會穿 原來牠很硬 對, 因為皮夠乾身 才燒得漂亮 是 這裡我用二百三度 燒四十分鐘左右 首先你要先燒底 底部, 你看到肉乾脆 然後你才燒表面 我這裡… 我替牠挑了花紋 挑了之後, 你就可以先燒底部 這個就是多少度 二百三… 燒到你看到它有點焦點 對, 你就反過來, 燒皮就脆了 二百三多分鐘 你現在先放二十 二十個底部, 二十個表面 好, 二十二十 好, 剛剛好 幫你打開它 是不是很漂亮? 肉汁鼻裂 對, 現在就要反過來 現在就燒皮, 燒到脆脆就是了 二百三度, 二十分鐘也是 對, 沒錯, 謝謝 謝謝